這張開講iste師羣妻 這張開講都迪貫醫師 易貫序論 第 2 劉 請合掌 南某本斯斯加摩尼佛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好 能言经义贯 续论 第二页 倒数第二行 为了实践真修行路 阿难 即请佛重说大咒 就是那年五会神咒了 开释如何建坛 结界 那么像我们水路就建这个坛 结界像我们结下安基就结界 那么言道长就是事项不可免 虽然说万法本空不可得 但是呢 庄言道长事项一定要 所以我们有花呀香呀灯呀煮啊等等来供佛 来严静道长 以及修嫩言大定之法 本经的法门 本经的法门 嫩言法门之精髓 即在于守嫩言神咒 就是你们身上每个人带着这个咒轮啊 师父都有加持过 里面都有嫩言十小咒 因为如来救度阿难免于堕落 乃至十方一切如来破魔 正三秒三菩提 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于十方世界 度脱无量有情 都是以嫩言咒 微神之力 可见嫩言咒的威力 有多大 这是十方世界 度脱无量有情 都是依据嫩言咒的微神之力 这是佛在经中所开示的 关于嫩言咒 其他种种功德之力 请详见本经经文 知不罪恶之不罪数 这个念罪 知无诶罪 罪数就是多说的话 在这里不多说 佛说 末法时期 众生修行若不辞嫩言咒 能远离谋士者无有是处 所以因此我们在讲经后 为了能够解形并重 所以我们加念嫩言神咒 修行不得离谋士 而能有所修正 有所成就者亦无有是处 这表示每个想成就都必须持嫩言神咒 如来开示守嫩言法门的基本做法之后 即详述整个修行过程 也就是说四种清净明慧 四种清净明慧 这个叫做根本大戒 是做佛地址 基本上要警惕的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叫做四种清净明慧 这个是前方辩 以及大圣菩萨 六十位修正的真菩提录 六十位是一三剑次位 除其注音 就是不吃葱 蒜 韭菜 等等 那么兴渠 我们东方没有 印度才有 枯其正性 这个正性 就是杀性 道性 盈性 会增长生死的 枯就是挖掉 把这个杀到盈 恶性 挖掉 那么在家机事 就稍微看淡薄一点 尾其献业 这个尾就是腻 现在的众生 献业 就是众生 都在造 贪生吃的业 顺着贪生吃 就是轮回 就是顺着生死流 尾其献业 就是你要逆转过来 务必不要让这个心灵 起贪念 不贪财 色明十岁 都不贪 这个就是逆回来 如果顺着贪生吃 就是轮回 逆着贪生吃 就是捏盘 那么这个称恨 包括了嫉妒 攻击 排斥 起这个坏心眼 通通属于称慧的一种 就是跟脾气有关系的 常常不满 哭闹 感觉委屈 自尊心太强 这个都跟称恨心 有关系 讲贪生吃 是三大根本 就是离不开这 个范畴 维系分析 包括攻击 排斥 伤害 嫉妒 毁谤 傲慢 通通 属于 称恨心的一种 所以要好好的降服 那么一次呢 就是没智慧 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人 生命本来是喜悦的 但是我们把它搞得一团糟 一个修行人 内心没有喜悦感 就表示 这个佛弟子 法不入心 他始终怀疑这个 怀疑那个 这个不满 那个不满 所以我都教导 我的这些比丘 你们今天住在讲堂 要能理解和体会 住持和当家的辛苦 你将来去外面 去挂单别的道场 不要一直老是建议 那个道场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要那样做 你才刚刚来挂单 说这个道场 这个不如法 那个不如法 那么这个也不对 我告诉诸位 这个就是 比丘所应当注意的 每一个道场 有它的时空性 有它的背景 但你看到 某一个道场 不如法 有心想要去改变 可是你要掌握时空性 比如说 我到雷音室 那么以前这些 老一辈的 法师或者基士 就是比丘尼或基士 因为是客家人 有烧名字的习惯 那么我明明知道 佛教没有在烧这个名字的 也没有烧这个往生钱的 可是我知道 这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我们南众比丘住上面 留下那八九十岁的 婆婆及在出家替杜比丘尼的 那年纪很大了 快往生了 没关系 再烧也没几年 虽然我知道要如法 可是这个时空性 没有办法 因此我就静下来 静下来 正法在心中 因为时空不允许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到哪一个道场 我们一定要体会 理解住持和当家的辛苦 所以你想修行吗 我告诉你 有一句话 如果你误了 就开悟 如果这句话不误 就会很辛苦 哪一句话呢 就是 我对生命无常的世间 彻底没有意见 因为凡所有项 都是希望 所以有的人说 出去外面说 哎呀 师父 你住哪里 我说我无所住 师父 你家在哪里 我说 虚空都是我的家 处处家 处处无家 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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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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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家 为什么 哪一个动点上 时空的交汇点就是空 时空还是妄想的产物 设立一个定点 立一个时空 这个本来就是妄想 所以达妄本空 知真本有 所以修学佛道 重点在降服自我 清静自信 本质其然了无一物 我们能够这样如是体悟 走到哪里都可以挂丹 如果我 威力法师走到哪一个道场 大家都会欢迎 为什么 我到菩提去挂丹 没意见呢 那道场笔记里面 No 有意见 我都没意见 我念我的佛 道场在心性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伪其现业的重要性 这个贪嗔之 通通因为来自有意见 如果我们想提出意见 可以用诚恳的心 为了这个团体 用很虔诚的态度 提供你最好的意见 不要用暴力 不要用称恨 一开会就拍桌子 大骂 需要这样吗 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 在现前当下 这一念立刻降伏自我 简单讲 用最短的时间 调伏自己的情绪 是真正修行人 让这个情绪 一直起伏 一天 三天 一个礼拜 众生恨一个人 一年 两年 十年 甚至一辈子 老死不相往来 众生是很可怕的 所以修修佛道 应当知道 佛的心是什么 道常在现前当下 这一念解脱 极灭之心 所以说对境 极然常不离佛 佛不在西天 佛在心性当中 你要去极乐世界 也要深信怯厌 也要念南无阿弥陀 也是这一念心性去 底下 二 甘慧地 一 甘慧地 表示智慧肤浅